Ultraman Live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罗布奥特曼最新的玩具 罗布奥特曼的武器 罗布光轮 还有罗布奥特曼的软胶玩具 让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这是罗布奥特曼 然后这是他的必杀技武器 罗布光轮 还有罗布集水晶 这里面还有两个奥特曼的水晶 有粗刀奥特曼的 然后还有一个新世代水晶 这个新世代水晶 上面集齐了五位奥特曼的力量 这上面的字写的是 罗布奥特曼最强的变身套装 看起来非常厉害呢 这是里面的玩具 让我们来看一下包装的背面 背面是玩法的介绍 这里面有变身成罗布奥特曼的玩法 然后还有罗布光轮 发出两种必杀技的玩法 而且这里面的水晶 还可以联动罗布回旋闪光 发出各种各样的音效 看起来非常的好玩呢 那赶紧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 里面有罗布光轮 有两个奥特曼水晶和一个集水晶 首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水晶 左边这个是初奥特曼 右边是贝利奥特曼 一个是光属性 一个是暗属性的 然后这个新世代水晶 上面集合了五位奥特曼的力量 可以发出新世代屏障呢 而且这个水晶有银色的涂装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那你们知道 这上面都是拿五位奥特曼吗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集水晶 利用这个水晶 我们可以用罗布回旋闪光 召唤出罗布奥特曼 它的底部有一个按钮 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变形了 它说的是 兄弟之力合而为一 然后右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有另外的音效 那你们知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那这个集水晶呢 本身有各种各样的音效 然后它合上的时候 还会出现罗布奥特曼的头像呢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是罗布光轮 那这个武器是从罗布奥特曼的胸口变出来的 它中间还可以装载水晶 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变成武器的模式 这是光轮的模式 这是攻击的音效 然后长按这个按钮 可以选择两种模式 罗素模式和布鲁模式 在罗布光轮装载上集水晶的时候 就可以发出两位奥特曼的必杀剂了 首先是罗素模式 它可以发出罗布漩涡爆裂的必杀剂 是罗布光轮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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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漩涡爆装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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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招曾经抵挡了格鲁吉欧王的攻击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变身成为罗布奥特曼 不好了 格鲁吉欧王又来攻击奥特曼了 哦 新世代水晶抵挡了格鲁吉欧王的攻击 罗布奥特曼要来反击了 罗布光伦 好棒啊 罗布光伦打败了格鲁吉欧王 他变回了一颗水晶了 那让我们用回旋闪光 来听一下格鲁吉欧王的音效 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罗布奥特曼玩具 罗布光伦和罗布奥特曼软胶 还有格鲁吉欧王的软胶和水晶 那你们觉得这些玩具怎么样呢 那我觉得罗布光伦如果有光效 那就更好了 你们觉得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